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时间确实过得好快啊 将军和尹不知不觉都变成我们的老朋友了 有的时候就连我也确实能够理解到尹之前所追求的那种永恒 不过 果然事情都是会变的 我也很钦佩尹最后能够正视自己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会变的 变化是在不断进行的 那这一规律也就是不会改变的 改变这件事也就是永恒不变的吧 每次想到未来是会改变的时候 回去品味一下已经不会再改变的过去 也是先令人愉快的事情 最后也祝元神以及各位旅行者两周年快乐 希望我们享受游戏时的那种快乐的情绪 能够永恒地持续下去 大家好 我是为纳西达配音的花铃 纳西达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在这里也就先不和大家聊太多它的内容啦 希望大家能够在游戏里去体验这一切 那么元神两周年快乐 制作组和旅行者们大家都辛苦啦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精彩故事可以体验 期待之后的每个周年 哈喽 旅行者们大家好呀 我是提娜里的配音演员 莫然 首先在这里祝元神两周年快乐 不瞒大家说呀 其实我也是个开服老玩家了 这次呢 为提娜里配音呢 真的非常高兴 这应该算是追梦成功了吧 提娜里呢 是一只小狐狸 她也是个来自教练院深论派的学霸 在涉及到学术方面的问题 她会有些小毒蛇 但是平时呢 她又是一个心思细腻 热爱大自然 尤其是热爱植物的这么一个温柔可爱的男孩子 我猜大家应该已经在3.0的魔神任务 和提娜里传说任务中和她盖上了友情证书的印章了吧 也希望在之后的虚迷之旅里 提娜里可以继续陪伴大家冒险 祝旅行者们在接下来的版本中要玩得开心哦 那么 再次祝元宝两岁生日快乐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柯莱的配音演员秦文静 柯莱貌似是很久以前就在漫画中和大家见过面了 我也为她去补了这段故事 看完之后我也非常为她感到高兴 坎坷的一路上能够遇到那么多关心她的人 柯莱小可爱也在上个版本中和我们正式见面了 虽然认识的时间还不长 但是希望大家也能一起见证柯莱的成长 能够顺便喜欢她就更好了 祝元宝以及大家两周年快乐 大家好呀 我是为多莉配音的王小彤 啊 为多莉配音的时候气氛都很愉快的 毕竟谁能不喜欢一个喜欢摩拉的多莉呢 我们也是在配音的时候被多莉的这种热情所打动 所以在决定配音的时候要尽可能地把这份热情 完完整整地传达给各位玩家 那所以我也就到后面也就放飞自我了 希望大家也能感受到这份热情 嗯 在这里呢 我要祝元审以及各位玩家两周年快乐 那么大家也请多多支持我们多莉的生意哟 我小时候每次经过这里 都会有跟你一样的疑问 风沙是能被墙壁阻挡的吗 长大以后 才明白防沙壁不仅隔绝了风沙 更拒绝了我们这些人 我们等这一天太久太久了 而今 命运将这张对付教令院的底牌发到我手中 治王复活 真的能为虚迷带来转机吗 治王即便复活 也只会带来战争 没有人喜欢战争 为了保护珍贵之物 只有盾是不够的 所以我才会握起枪 来吧 赐予我们祝福 你背叛而无存人 在我查清这件事之前 不要轻去忘帮我 否则 坎迪斯也保护不了你 以此身 宋政万象 既然不甘心 就应该把声音互聚到一起 好好说出来 准备跳喽 准备跳喽 呀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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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赐亚 会 没有想你透露他们的计划 便宜的劳动力便于使唤的牲口 从此而已 实验很成功 而现在 他们好像快要抑制不住自己的热情了 哈哈哈哈 不惜恐惧 疼痛只是一瞬 你们的时代 就要结束 大家好 我是游击小队的策户员米卡 下面有我 代为朗读法尔加大团长的来信 这么说来 大团长其实认识雷泽的父母 我们把这些东西封镜筒 等啊 等啊 等着风起涌 把佳酿的瓶口先拉上 南风何旭 北风猛 让我们共同开启美酒 敬献风神 女士姐们 你们好呀 在原神即将迎来公测二周年之际 原神的3.1版本也将如约而至 新版本前夕 我也再次邀请了原神项目组的同学 为大家带来原神3.1版本的前瞻特别节目 把游戏内外丰富多彩的内容 呈现给每一位旅行者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第一位研发同学 是项目组的场景美术阿汤哥 欢迎欢迎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旅行什么好 非常开心能够作为场景美术团队的一员 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新版本中 我们所创作的一些内容 好的 探索新区域一直是旅途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主题 那今天就从我们身边的这片沙漠场景开始讲起吧 好 在提瓦特的世界设定中 3.1版本所呈现的新区域 是与早已消失的古代沙漠之神赤王紧密相关的 相信大家也在之前的冒险中听到了这位神明的名字了 对对 上一个版本的磨声任务里啊 我们的确见识到了一些赤王的狂热信徒 还听到传言说他即将复活 是啊 有关赤王的传说也在沙漠子民中广泛地流传着 他所创立的曾经异常发达的国度早就已经消亡了 然而古老文明所留下的种种痕迹依然在沙漠中等待着他人来探寻 那么这一次场景美术团队从基础的人文设定出发 在赤王沙漠的设计过程中围绕着古赤王文明所掌握着的神秘知识力量 试着融入一些极具地域特色的元素 将一个更宏伟壮观和具有科技感的世界展现给旅行者们 我还记得在3.0版本的前瞻节目中啊 我们提到过对立主题是虚迷大世界的设计思路之一 嗯 是的 这种对立主题依然体现在我们的新场景设计里 在3.1版本中我们所见到的将是一片以沙漠为核心的神秘区域 在沙漠的风貌创作中我们构想了一些新的设计语言 比如说死亡 它就是一个和雨林所代表的生命相对立的词汇 还有两个新的关键词神秘与科技 基于这些锚点 在这片和雨林截然不同的区域里 我们设计了丰富的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 供玩家朋友们去体验 比如说埋藏在戈壁峡谷中的机械小宝 富有抑郁风情的阿如村 在漫天黄沙中 甚至还隐藏着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 这样的丰饶之地的存在 自然而然的让人感觉到好奇和惊讶 当然提到沙漠区域的壮丽景观 更少不了让人震撼的赤王林 这个规模真的是很大 远远看上去像是正在燃烧的火炬一样 看到这样一座神奇雄伟的陵墓 我的探索欲已经被拉买了 怎么去做好沙漠中的美术表现 也是花费了我们场景团队不少心思 在预言期间 我们甚至去了现实中的一些沙漠地带 实地考察了当地风貌 希望将这种感受在游戏中更好地展现出来 玩家朋友们在赤王沙漠中 可以体验到真实细腻的彩沙下限 烈日当空的滚滚热浪 壮丽宏伟的赤王遗迹 和形态各异的风化 其实时不时还会有流沙飘过旅行者们的头顶 踩在沙漠中跳往那一望无际的沙丘 听着风声在你耳边划过 这都是之前的区域中所没有的视听体验 你说了很多走在沙漠上的体验 那在黄沙之下 是不是也会有更多新鲜的玩法内容 这是肯定的 在赤王林区域的关卡设计中 我们大量地运用了湘亭式结构 把赤王遗迹中的重要区域结合玩法布置出来 比如在沙漠特定区域出现的透明遗迹和沙漏玩法 希望能让玩家在古墓遗迹中 有更生灵其境的感受 而这些在赤王林附近巡游的自律机关 被称为圆能构装体 长久以来守卫着这片古老的遗迹 他们是赤王文明所遗留的机械造物 从攻击的方式中 也能体现出赤王文明的科技感 而这个群体中的统峡者 半永恒统峡矩阵 则尤为危险 似乎在其中还残留着灵木之主的意念 在战斗中 他会将原舰投射出去 核心进入隐身 并且无法受到攻击的不可视状态 旅行者们在探秘过程中 要特别小心来自他的威胁 除此之外 沙漠地区还栖息着形态特别的沙漠驼兽 以及秃鹫 毒蝎等等沙漠区域特有的生物 这片沙漠里 潜藏着不少的科技造物 很微妙 不过很符合我对沙漠的印象 迷人 但又很危险 那我猜猜看 3.1《魔神任务》的新篇章 应该也跟沙漠有不小的关联吧 没错 沙漠是这次主线故事的重要舞台 虚迷《魔神任务》第三幕 《迷梦》与《空患》与《欺骗》 以及第四幕《赤土之王》与《三朝圣者》 都将在3.1版本中更新 旅行者在《虚迷》的故事将会继续推进 哦 博士和伞兵都要在《虚迷》登场了吗 看起来是的 两位实力强大的执行官现身《虚迷》 而且还拥有雷神的神之心 我想这一次旅行者们的冒险 将会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这么看来啊 除了掌握《虚迷》的焦灵院 我们还要想办法和愚人众周旋 这要是想破局 大概还是需要利用神明的智慧吧 不知道在沙漠中 旅行者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收获呢 既然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 赤王和他的子民 可能玩家朋友们 已经开始对接下来的剧情走向 有了一些自己的猜想 作为与大磁数王 有着重要关联的神明 赤王所留下的文明遗迹中 是否会有一些 关于虚迷历史的蛛丝马迹呢 赤王文明因何而毁灭呢 大磁数王与赤王 雨林与沙漠之间 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我们期待着玩家朋友们 来到沙漠探险 寻觅暗藏在沙漠中的秘密 这趟沙漠之行啊 应该会给我们解开不少谜团 不过 要面对这么强大的对手 我们也需要一些可靠的伙伴 来并肩作战吧 那旅行者们不妨考虑一下 去一处沙漠子民的聚集地 阿如村去看看吧 阿如村是沙漠中最大的聚落 情报和资源都比较丰富 它坐落在山巒之中 是一座坚固的堡垒 也是险恶环境中 足以修整的避风港 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 阿如村还收留了不少 被教令院流放至此的学者 相信在那里 旅行者们可以探听到 更有价值的信息 也可以结识到更多的新朋友 好的 谢谢阿汤哥 给我们带来了不少 有关沙漠地区的情报 我非常期待 制作组给我们带来了 这片全新的天地 也希望能够找一些 在壮阔的沙海当中 和大家相见 那稍后 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3.1版本中 即将和我们相遇的新伙伴吧 大家好 我是为坎蒂斯 以及名称前坠 很长很长的 我就不念了的 爱丽丝女士配音的张琪 当初为坎蒂斯试音的时候 就觉得她真的很美 在后续的配音工作中 也逐步被她的那种 温柔又坚毅的性格折服了 在两周年这个版本中 坎蒂斯也终于 要和大家见面了 希望你们也能感受到 坎蒂斯独特的美 也希望爱丽丝女士 能早日和大家见面 亲自来感谢 大家对可莉的照顾 那么 祝元神 还有各位玩家 两周年快乐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为赛诺配音的李青阳 虽然赛诺 并没有陪伴大家两年的时间 不过我听说 也有不少人 从两年前就在等赛诺了 正好 在这个令人高兴的两周年 赛诺也终于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对赛诺的演绎 也希望等了那么久 终于把赛诺接回家后 大家能和赛诺相处愉快 能继续喜欢她 祝元神和大家两周年快乐 大家好 我是为尼鲁配音的紫苏九月 尼鲁真是太可爱了 再给她配音的时候 就已经拜倒在她的舞姿下了 一直期待着 能在续民和尼鲁见面 这一天也终于快到了 而且正好还赶上了两周年 对我这个也是玩家的人来说 真是双喜临门呀 那么 祝元神以及大家两周年快乐 越来越好 希望各位旅行者 能享受这段美好的游戏之旅 天天开心 十连三斤 对了 关于尼鲁 坎迪斯 还有赛诺 项目组的工作人员 似乎也很迫不及待地 想把他们介绍给各位旅行者了 我也很想听 所以我就不啰嗦了 就麻烦各位工作人员 和我们说个五百 五万摩拉的吧 希望每个人都平安无事 只要能维持这样的生活 我就心里利用 一万俗 这万一万 有本 MOS个人 为止 林凯 虎 不 虎 师父 業 家中 Witcher 飞 ces 百 人 这 身体舒展开了 能比以往发挥的更出色吧 来了哟 这支舞献给你 那为了更好的向大家介绍 我们的三位新朋友 原神项目主的战斗设计师杨沈 今天以应邀来到了节目现场 感谢各位旅行者和大伟哥 很高兴在今天的前展节目里 给大家分享一点关于角色们的趣事 刚才的实际演示 想必已经让大家对新伙伴 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那既然阿汤哥已经提到了阿如村 我们不妨就先从阿如村的守护者 混血的赤王后裔坎蒂斯 来给大家讲起吧 好啊 其实在刚才看演示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 坎蒂斯有一双非常独特的异色铜 是的 一支是琥珀色 一支是蔚蓝色 那看见这双异色铜的人 都会对坎蒂斯的绅士和来历感到好奇 作为阿如村世代传承的守护者一脉 坎蒂斯他并没有特别高远的志向 他的目标就是保卫好家园 将威胁隔离在阿如村之外 平时呢 坎蒂斯无论是对待村里的人 还是对待外人都十分的友善 是一位说话温声细语 散发着温和和治愈光环的成熟女性 坎蒂斯看上去很温柔啊 居然会有的这么好的身手 这位可靠的守护者 在阿如村应该很受欢迎吧 啊是的 当面对来犯的匪徒或是魔兽 温柔如水的坎蒂斯 就会激发出灵力果敢的气质 该出手时毫不犹豫 他的枪术十分精湛 同时还会使用一面科技感十足的盾牌 来辅助战斗 在游戏中进行实际操作时 玩家朋友们如果长按坎蒂斯的元素战技 可以形成护盾吸收伤害 而当蓄力完成时 则会进行跳跃攻击 对前方的敌人造成水元素伤害 解锁天赋流语交互后 若是在长按元素战技期间 受到敌人的攻击 则会立即完成蓄力 释放元素爆发时 坎蒂斯会高举武器 招请神诱 除了造成范围伤害 还会对队伍中所有的角色 赋予赤免诸导的状态 拥有该状态的角色 在登场时会对周围的敌人 发动水波冲击 如果是单手剑 双手剑 及长柄武器角色 还会获得水元素附魔 而场上角色的普通攻击 对敌人造成元素伤害 也将获得提高 作为伸手矫健的战士 当坎蒂斯处于队伍中时 自己的角色攀爬时 消耗的体力也会降低 一手持枪 一手持盾 可以说是战士的标准配置了 他战斗的英姿 确实跟外表有着体现面的反差 让人印象深刻 是的 但其实啊 只要不把争斗带到阿儒村 无论是被流放至此的学者 还是歇脚的旅人 坎蒂斯都会拿出甘甜的枣椰和饮料 来招待客人们 阿儒村和沙漠的子民们 也很欢迎各位旅行者的到来 提起枣椰啊 就让我想到了赛诺 我还记得给提纳里的字条上的 那个冷笑话 出神于沙漠的大风机关赛诺 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二位新朋友 他看上去是个非常严肃和沉默的人 但却时不时蹦出一些 让人完全对不上电波的冷笑话 最可怕的是 当赛诺看到别人完全没有理解他的笑点时 就会一本正经地开始解释其中的笑点 直接让全场的人陷入沉默 哈哈 我已经有画面了 所以他笑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最好跟着笑 别让场面过于尴尬 对的 大伟格已经掌握了和赛诺打交道的技巧了 除了冷笑话大师 赛诺还是个打牌高手 酷爱牺牲召唤这款卡牌游戏 如果大家想要邀请他来一局对战 只要不是在工作时间 赛诺是随时随地乐意奉陪的 虽然在生活里 赛诺有着许多与外表不服有意思的爱好 但是 作为教练院维护规则 审判罪恶的大风机关 赛诺拥有着坚定的个人信念 严格地履行着工作职责 同时又对学者们和知识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甚至会刻意地去远离知识 哦 教练院的大部分人 对知识不都是很尊重很向往的吗 赛诺的行为却背道而驰 这中间有什么原因吗 作为丽莎的同盟 赛诺也见证过不少学者因知识而遭到种种厄运 因此 他也很能理解丽莎回到蒙德的选择 而且 赛诺也在自己的工作中发现了教练院如今的变化 对于闲者们的行动 他开始了自己的推测和探查 沙漠出身的赛诺在教练院工作 不知道他对于虚密的现状又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呢 或许这就需要旅行者们去体验新的故事 亲自去问一问他了 作为需要亲自执法的大风机关 赛诺本身有着不俗的战斗能力 他的元素爆发可以唤醒神灵平衣 化身企图事实 将赛诺的普通攻击 重击以下落攻击造成的伤害 转化为无法被附魔覆盖的雷元素伤害 同时提高元素精通和抗打断能力 并且还会免疫感电反应造成的伤害 化身期间 使用赛诺的元素战技还将释放精雷的力量 延长化身持余时间 固有天赋 落雨的财则 会使赛诺化身时 间歇性进入莫图真眼的状态 在此状态下 释放的元素战技除了伤害会得到提升 还会发射杜荒之雷攻击敌人 对沙漠和雨林都颇为熟悉的赛诺 在须弥执行时长20小时的探索拍遣时 还会获得额外奖励 变身后 神灵附生的状态很有威压感 也难怪那些行为不断的学者会害怕他 是的 赛诺的气场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 在给大家稍稍介绍了一下两位新朋友之后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舞娘妮露 想必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了 妮露在花神代日上的那段舞蹈 也是我在3.0版本里记忆最深刻的一幕 嗯 在追求知识的学程 妮露的舞蹈可谓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她通过平时的艺术来传达感情 无论观众的身份如何 都能通过她的舞蹈获得治愈 而对妮露自己而言 观众的笑容和喝彩就是对她最好的回馈 也是一位很接地气 很有个人追求的平民艺术家呢 其实对于属性妮露的虚迷居民而言 她更像是穿梭在街头巷尾 亲切的邻家小姑娘 热心地帮助周围的人们排油解难 加油打气 当大家遇到烦心事时 妮露的笑脸与关心就会随之而来 她也热衷于用各种奇奇怪怪的肢体语言 来调节情绪 从结果上看还是挺有效的 可能看到妮露本身 就已经让人感到安心和愉快了 看来妮露和大家关系真的很好 虽然妮露很擅长治愈他人 不过当负面的情绪落到自己头上时 就会有一些不知所措 如果旅行者们遇到妮露在纠结某件事 不妨也给她出出主意 将她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吧 这样一位可爱的少女 她的战斗方式估计会很独特吧 会不会在设计中加入了一些舞步的感觉 诶 这个想法很合理 妮露的攻击方式非常能体现舞者的特点 普通攻击弦跃舞步是三段非常有雅的剑机 而元素战技轻于舞步 也做出了两种不同的舞步设计 释放元素战技后 若是第三段舞步选择了普通攻击 则会施展剑舞步 对触及的敌人造成水元素伤害 此状态下的普通攻击均会转化为剑舞步 并在最后一集时释放水月 如果第三段舞步选择了再次使用元素战技 则会转变为玄舞步 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 并产生一个可以跟随当前场上角色行动的水环 持续为其中的敌人附加潮湿状态 两种舞步各有千秋 旅行者们可以根据战斗环境做出不同的选择 使用元素爆发 一路会进行远梦灵犬之舞 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 并为命中的敌人附加特殊状态 短暂间隔后 对敌人再次造成水元素伤害 队伍里如果存在至少一位草元素角色和一位水元素角色 且全队均为水或草元素角色时 其余舞步的第三段舞步 将会为附近所有角色赋予金杯的峰溃状态 受到草元素攻击后将会提升元素精通 且在触发战方反应时 取代草原盒 产生更迅捷更猛烈的风嚷之合 除此之外 一路在完美烹饪冒险类食物时 还有一定概率获得双倍铲除 尼路的战斗方式又美丽又优雅 让人很心动啊 对了 提醒一下大家 尼路和赛诺的传说任务也将在新版本中开启 不要错过哦 好了 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么多新朋友 那其实我也很关心啊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进到我自己的队伍中 所以杨生 快来给我们讲讲 3.1版本的活动祈愿情报吧 好的 在3.1版本第一阶段 赛诺和温蒂都将迎来概率UP 同时 坎蒂斯也会出现在同期的两个活动祈愿中 并获得概率提升 版本后半段 除了新朋友尼路的活动祈愿外 老朋友阿贝多也将迎来复刻 除了角色祈愿 新版本中还会有一些新的武器 加入到武器活动祈愿中 旅行者们也可以留意一下哦 另外 一些新的怪物也会出现在3.1版本中 出现在旅行者的面前 除了前面常景同学提到的半永恒统侠剧阵 一记龙兽中的佼佼者 赵仔永接龙兽 可能也会给旅行者的冒险带来一定的挑战 作为竞技技术的产物 它拥有着强大的战斗能力 旅行者们需要找到它的破绽 才能在挑战中更加轻松地应对 那么接下来老规矩啊 要给大家讲讲我们新版本的活动内容呢 不过在此之前呢 各位旅行者就先放松一下 来看一段短片吧 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内容 不要走开哦 那接下来就要给我们新版本的活动 你来干嘛啊 当然是在想你啊 又来 老三 打球去 算了 你们去吧 怎么了 今天不打球啊 感觉今天没什么精神 可能有点感冒 感冒 好 潮凉了 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晚上寝室空调温度别开太低 有什么 老三 吃点什么不 哎呀 不吃不吃 你们忙你们的 别管我 没吃晚饭啊 多少还是要吃一点吧 实在没胃口 吃不下 主要是没精神 感觉又困又累的 累的话就早点休息喽 睡一下就好啊 好吧 那我睡了 你也早点休息 拜拜 拜拜 你挂吧 你挂吧 那我真挂啊 嗯 我今仅要干到底 一 冲 对不起 我们还是分手吧 大家好 我是为丽莎配音的中可 丽莎还是那么会撩人 就算两年了也没变哦 不过我以玩家的角度的话 我还是挺享受丽莎对我的这种宠溺的 这是可以说的 丽莎也算是最早一批和我们见面并相识的角色了 那现在我们作为旅行者终于也来到了虚迷 那据我所知 丽莎在来蒙德之前就曾经在虚迷求学过 所以在虚迷旅行的途中 也可以带上丽莎一起逛逛哦 最后祝元神和各位旅行者两周年快乐 想丽莎的话就去找她听一声她的小可爱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迪路克的配音演员马阳 项目组来问我 有没有什么祝福语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迪路克这个角色已经陪伴我们两年了 不过呢其实对于我来说 这个时间要比两年还要更久一点 前段时间出了新的衣装还补了一些故事 不知道你们在了解了各方面的迪路克以后 有没有和我一样更喜欢她了呢 迪路克的配音工作一直以来都完成得很开心 那希望以后迪路克也能多多和大家见面 一起度过更长的时间 那也祝元神和各位玩家们两周年快乐 大家好 我是位狼少年雷泽配音的周帅 哦原来已经过去了两年了 当初最开始位雷泽配音的事情 好像才刚刚发生过一样 嗯 可能也是最近正好有雷泽的剧情 帮我把这些记忆都重拾起来了 我觉得雷泽他很奇妙 他呢不太擅长表达自己 但是很多时候他对别人说话都是非常直接 甚至是肉麻的 不过他自己可能感受不到 他只是想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了而已 看到他周围有越来越多的伙伴 越来越多的卢皮卡 我在配音的过程中也深深的为他感到开心 今天是他和家人们认识的第二年 希望以后每一年他都能和他的卢皮卡 一起在家里度过 两周年快乐 大家好呀 我是为罗沙利亚配音的配音演员张安琪 每次在给罗沙利亚配音时 配到不想加班之类的台词的时候都蛮有共鸣的 不过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罗沙利亚他嘴上整天说要撬班 其实他也会在暗地里用自己的方式在加班 在守卫着蒙德和蒙德的大家 希望大家也能对这样勤勤恳恳的罗沙利亚 投入更多一点的理解呢 那么在这两周年之际 原神好像正好开放了虚米地区吧 在虚米的魔神任务里呢 我也有幸担任了迪娜泽黛的配音 希望大家喜欢我对迪娜泽黛的演绎 也希望各位玩家能和罗沙利亚一样天天不加班 在业余时间还能好好享受虚米地区的故事呀 两周年快乐 欢迎大家回到原神3.1版本的前瞻特别节目 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原神项目组的市场负责人Michael 那么今天呢他会和我们聊一聊3.1版本的活动内容 谢谢大伟哥和屏幕前的旅行者们 但我要补充一下 其实除了版本活动 我今天还准备了更多特殊的情报 稍后会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你真没说啊 我这好奇心可就被吊起来了 不过我懂所谓特殊情报 总是要在最后才揭晓的 那么在此之前啊 我们还是先来说说我们的新活动吧 看看今天这现场的气氛啊 是不是蒙德要迎来新的节日了呢 没错 秋日的蒙德即将要迎来龟峰加酿节 在明前传说中 这是一个酿造新酒邀请风神共饮的节日 如果风神对酒感到满意的话呢 就会唤起龟峰来送上祝福 的确是很符合蒙德和风神气质的一个节日呢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的活动故事将会与雷泽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的身世也将在剧情中逐步被揭晓 当然在旅行者热心帮助雷泽的过程中 也会遇到许多蒙德的老朋友 了解更多他们的经历 这个关于亲情与友情的故事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听上去啊 会是一次很温暖 也很难忘的体验啊 在这次活动中又会有什么新玩法呢 活动期间 大家将会陆续解锁秋野防灾记 高峰的掩饰 意脉与妙想和风柔的祝愿 共四种特色玩法 在秋野防灾记中 大家需要协助猎人来驱逐已经成为不小麻烦的野灵珠 过程中旅行者只能使用普通攻击 同时还可以灵活使用一些道具来提高驱逐的效率 比如可以对野灵珠造成伤害的猎人护盾 以及可同时驱逐一定范围内所有野猪的幼部装置 而在高峰的掩饰玩法中 旅行者们将借助特殊的高庙蜂种子 提供的增益效果来挑战强大的敌人 而部分挑战营地中还会存在不同特性的强敌 需要大家谨慎去应对哦 意脉与妙想则是一个以经营店铺为目标的玩法 在开店前大家需要出售酿酒原料 和完成客人的委托来筹备足够的资金 店铺开启后就要通过合理分配可用资金 调整店铺三个方针来努力获得更高的营业收入 经营过程当中啊 旅行者们还可以通过店铺策略以及邀请助手来协助自己 当然经营店铺的过程中肯定也少不了一些突发事件嘛 如果能够及时应对的话 还可以获得一些对应的奖励哦 最后一个玩法 枫瑶的住院中 旅行者们可以根据赠礼留言中的线索 找到布置在各处的枫瑶之箱 箱子中储存着蒙德居民的祝福 与精心准备的赠礼 等待着大家去开启 这些赠礼中啊包含一些特殊的装饰品 可以用来装饰意脉与妙想玩法中我们所经营的小店铺 通过体验各种玩法提高节性热度 大家还可以获得一把专属四星长兵武器 风信之风以及它的专属精炼道具 精英玩法还挺新鲜的 在蒙德开店听起来不错啊 而且这次的活动背景还有玩法 都很能体现蒙德的特色 是啊也希望跟旅行者同行的雷泽 可以在旅途中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另一个新活动寻查舞风 这是一个围绕风场展开的 需要一定策略的秘境玩法 在这里旅行者需要合理的利用各种奇异机关 产生或关闭风场 改变各种机关的状态 穿破阻碍抵达一些看上去难以接近的场所 在穿行图中也需要收集一些特殊的风寻臂 来完成挑战目标 同时在特殊的飓风之境中 也会获得一些很有意思的特殊战斗效果 在限定时间内 通过收集一定数量的风寻臂来达成挑战 此外 旅行者也可以邀请一位队友 与自己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新的秘境 除了挑战玩法 与大世界探索相关的活动玩法 寻星之旅 也可以帮助大家在紧张的挑战之余 稍稍放松一下 装备活动中的特殊小道具 可以在各处帮助小女孩巴努 寻找未来星的中计 距离目标越近 小道具的指向也会越准确 范围也会随之缩小哦 发现未来星的中计后 隐藏未来星的谜题将会显现出来 解决谜题找到未来星给巴努 就可以获取原石摩拉等道具奖励 此外呢 到期的挑战活动百人一魁将会再次开放 更多的战士与魔物将齐聚于会场 等待着大家前去挑战 那么还有一个新的情报 要提醒一下各位旅行者们 为了方便大家进行探索 在3.1版本更新后 完成深境螺旋第四层第三间的挑战 就可以直接邀请柯莱进入到自己的队伍中 旅行者们不要忘记前去看看哦 在新的版本活动之外 我们还做了一些特殊的准备 Michael也来跟大家透露透露呗 好的 为了感谢旅行者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签到活动 宣布刘侠 将会在新版本中开启 旅行者们可以通过累计7日登录 获得最多10枚纠缠支援以及其他道具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通过游戏内邮件的形式 为旅行者们再次奉上 总共1600元石和4枚脆弱树枝 以及两个特殊的纪念小道具 蹦蹦庆典拉炮和飘景机关流云 另外 游戏内 商城的手冲双倍状态也将会重置 旅行者们可以留意一下官方后续的相关公告 这样一份小小的礼物啊 也并不能代表我们对旅行者全部的感激之情 玩家朋友对原生的支持和热爱 一直以来都是项目组不断前行的动力 如何在游戏中制作更丰富更有趣的内容来回馈大家 也是我们长久以来都在思考的问题 是的 就像大伟哥所说的 优质的游戏内容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接下来就有一个未来版本中 新常驻玩法的情报 在这里我也要为大家提前奉赏 大家可能已经听过它的名字 即胜召唤 这款风靡提瓦特大陆的卡牌游戏 即将在3.3版本中与玩家朋友们见面了 哦 难道说 没错 可以在原神里面打牌了 在新玩法的模式中 旅行者们既可以邀请不同的角色和NPC进行对战 当然也可以和游戏好友进行娱乐对战 这是一个以PVE为主的轻度休闲玩法 没有与PVP绑定的奖励 而且所有的卡牌都可以通过玩法来获取 在闲暇时光 大家也可以和朋友们来上一局 目前七圣召唤还在测试雨优化的阶段 不久之后大家就可以亲自去体验了 3.1的版本已经有不少活动了 再加上七圣召唤 这次前瞻的活动部分信息上有点大 是啊 那游戏中的新玩法内容 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 请各位旅行者稍事休息 更多关于原神宣传内容 还有市场活动的消息 我们稍后就来为大家一一揭响 这份文件很重要 明早开会要用 下班之间整理好 发到我邮箱 来吧 来吧 诶 那个 你也坐这么车呢 正好 这季的范围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一下的 趁这个时间我们赶紧对一下吧 好 喂 你好 喂 那谁 我这边有个事情要一封门一下 你说 我今天会计量提交电话上午十点 信息要拉一道群里每个人 他们那边的进度 你现在去发一号追求一下 非常地紧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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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样吧 拜拜 如果现在处理了我 走啊 走 哎呀 哎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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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别再有人找我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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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大家好啊 我是萧公的配野员基纳 我很幸运因为元神让我遇到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灵魂 在我心里他已经不再是一个角色 而是实实在在生活在提瓦特大陆的真诚又充满活力的小姑娘 旅行者们已经来到提瓦特大陆很久了吧 遇到孝公也已经很长时间了呢 你们应该已经一起看过夜晚的烟花 一起吹过干净岛上的风了吧 他也应该和你说了很多很多 希望今后这个可爱的姑娘还有提瓦特大陆都可以陪伴你更久 一起看那些美妙的故事继续发生 见证大地上动人的情感 最后就要祝元神还有大家两周年快乐啦 我也一直都期待着提瓦特大陆上新的惊喜哦 大家好 我是为风源万叶配音的斑马 祝元神两周岁生日快乐 祝元神能推出更多霍灰红 或感动的剧情 更多精美的场景 更多个性鲜明的人物 更多奇妙新鲜的玩法 让旅行者们沉浸在提瓦特大陆的魅力之中 祝各位旅行者单抽出金 十连双簧 嗨 大家好 我是为晃漏一斗配音的刘兆坤 元神呢 我认为是一款非常清新 好像玩起来感觉很放松 很有梦幻感的游戏 我呢也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其中 为激情四川的斗宝 荒隆一斗配音 那么元神两周年了 祝元神和元神的玩家们两周年快乐 也希望元神可以越来越好 让更多人享受到这份最纯粹的快乐 突然项目组还和我说 大家很喜欢听一斗的笑声 问我能不能给大家笑一笑呢 这个要求 我认为 有点奇怪 但是 斗宝觉得不奇怪 就行了 对不对 大家好 我是赵鹿 在元神当中为神里灵人配音 很开心能够为这样一个 样貌和头脑都非常非常出色的角色配音 也很感谢各位小伙伴 长久以来对于元神项目 以及神里灵人这位角色的喜爱和支持 在这里呢 祝元神和各位玩家 二周年生日快乐 相信元神和灵人 一定能够陪伴大家走过更多 更美好的时光 自从踏上提瓦特的大路 元神的游戏音乐 就始终伴随着各位旅行者 随着我们的足迹不断深入虚迷 相信大家对虚迷地区的音乐 也已经不再陌生了 3D版本期间 我们将发布第一张 虚迷地区的元神音乐专辑 《致妙明论之灵》 旅行者们将收听到 由Hoyalmix音乐团队 为虚迷地区创作的 独具区域特色的音乐 除了经典的虚迷主题曲 战斗曲外 专辑内也包含了虚迷地图中 各个经典的人文景观的BGM 没错 在专辑发布期间 我们也将为大家带来 虚迷相关音乐制作的幕后花絮 那么接下来 就请旅行者们先观赏一段 来自虚迷地区人文音乐的MV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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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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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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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不是史莱姆 应该是白雪公主 爸爸看错了 坏王后知道之后 非常的嫉妒 她就骗白雪公主 去森林里采一种花朵 后来好心的猎人 放走了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走到了一座小房子里 就在小房子里睡着了 她在这里遇到了七个小矮人 小矮人都叫什么名字 她们叫秋秋人 老哥 宝宝睡了吗 同学们好 今天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来自深井螺旋的白雪公主 她有一群好朋友 叫秋秋人 还有一个叫史莱姆 有一次白雪公主 大家好 我是位男旅行者 空配音的录音 我是位女旅行者 银配音的燕宁 哎呀 不知不觉就两周年了 与其说我们陪元宝 度过了两年 我感觉还不如说 元宝 空还有银 以及大家 陪给我度过了两年 对对对 但其实对我们两个来说 好像不止两年了 是不是 好像确实 笨了笨了 什么游戏 是不是不宜让我吐槽 我就不 好 那么祝我们的元宝 还有各位旅行者们 两周年快乐呀 两周年快乐 太阳不起 我不起 元宝就是了不起 我对了点不好意思 收拾口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的旅途 还没有结束对吧 现在才两周年了 以后还想和元宝 以及各位旅行者 度过更多更多的周年 对的对的 后面的每一个国家 我们也一起走吧 怎么感觉去年 我没什么说的 不要再意 不要再意 拜拜 大家好 我是为派蒙配音的多多 作为一直陪伴着大家的向导 不知不觉 已经和旅行者们 迎来了在提瓦特大陆的 两周年了 感谢元宝 也很开心 能够作为派蒙的配音演员 和大家一起体验 每一个旅程 未来 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探索 希望能跨越种种困难 一直陪伴你身边呀 旅行者 两周年快乐 大家好 我是为戴音四雷部 还有凯亚配音的孙叶 刚刚我问了一下工作人员 我说去年 我也来祝福了 对吧 怎么今年又来了呢 他们跟我说 因为戴音这个角色非常特别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都会一直与 作为旅行者的我们见面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虽然我为戴音 已经配了这么久了 但是他身上的那些特质 包括他的一些面 我还不曾完全的了解 其实对于我而言 我非常喜欢这种 有深度的 可以挖掘到很多点的 一个角色 希望后面 也能够慢慢的和各位玩家 一起了解到 更全面的戴音 在这里我也祝元神 以及所有的旅行者 两周年快乐 大家好 我是为胡桃配音的桃点 非常开心 能为这么一个 可爱的角色配音 胡堂主的那种 古灵精怪 阴森可爱的性格 我自己也是特别喜欢 然后 元神也两周年了嘛 也祝元神和在玩元神的大家 两周年快乐 哦 还有还有 相信在那么多喜欢胡桃的大家 包括自己的陪伴下呢 胡桃也能在提瓦特 开开心心 同心未敏地度过每一年 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 可以去找胡桃 聊聊打优诗 听听暗黑小曲儿 希望胡桃能够治愈你们的 坏心情 大家好 我是云锦的配音演员贺文霄 能够为云锦配音呢 真的非常开心 云锦当时也的确非常惊艳 我还有杨阳老师的现身 哇 那个戏腔真的特别厉害 也让云锦这个角色更加的灵动 也更加的惹人喜爱 那现在两周年了 想必如果云锦知道了的话 一定会精心地梳妆一番 然后给大家带了一曲 令人难忘的演出吧 这么说着 感觉脑海里边 已经能够想象出云锦的一拼一笑了 那在这里呢 要祝元神以及各位玩家 两周年快乐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云锦的事业 让云锦的每一年每一年 都能继续地唱下去 去高位别人不识 自由之银河青子 红莹莲莲尖流行 直至暮潮兴海情 大家好 我是云锦的戏曲演员杨杨 当时找我合作的时候 其实我都没想到 会有那么多年轻可爱的人 喜欢听我的唱腔 甚至喜欢上我们的戏曲 这种传统文化 确实非常的惊喜 这也要归功于 这首曲子本身也非常的悦耳 我也尽量把各位的创作结晶 给演绎了出来 之后呢 我也关注了这首曲子 相关的内容与故事 发现云锦这个角色 在我的心里变得更加的活灵活现 更加惹人喜欢了 同时也从观众的角度 理解了大家喜欢云锦这个角色 神女披冠这出戏 以至于原神这个游戏的原因 这些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 着实衍生出了非常多的惊喜 那么在这里也祝原神 以及原神的各位玩家 两周年快乐 希望我们的戏曲这一传统文化 也能在年轻人的时代 与你们共同发展 大家好 我是夜兰的配音演员徐慧 听说原神已经两周年了 想来好像夜兰也只是前段时间 刚上线而已 但是仔细想一想 也确实陪伴大家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就祝原神 还有在玩原神的各位玩家 两周年快乐吧 也希望夜兰能够陪着大家 一起度过更多的周年 相信在今后的版本中 原神一定会给大家 带来更多惊喜 也祝愿所有旅行者 都能冲中自己心仪的角色 大家好 我是燕飞的配音演员苏自武 不知不觉 原神已经两周年了 真的是恭喜恭喜 敲锣打鼓敲锣打鼓 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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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打 燕飞这个角色上线以来呢 有好多小伙伴留言告诉我 他们新手期是被燕飞一手带大的 也是一个陪伴了他们很久的角色 然后小燕飞平时呢 活泼机灵 关键时刻又很专业可靠 在之前的剧情里面呢 也算是大展了一下身手 把自己的智慧有效地发挥了一下 可惜可喝 可惜可喝 我能给这样的燕飞配音 也真的是很开心 很幸福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原神和小燕飞可以陪伴大家 度过更多的时光 然后也希望旅行者小伙伴们 都天天开心 事事顺利 下一个周年也一起庆祝吧 Michael 我听说除了宣传内容啊 我们还准备了丰富的品牌联动活动 是不是也该给大家公布一下了 嗯 近期我们确实与一系列的品牌 展开了跨界合作 我也在这里 跟大家稍作介绍 首先是原神与喜茶正在进行的联动 联动将持续到十月初 在原神二周年期间 还将解锁更多特别活动 欢迎大家关注 哎 喜爱品茶旅行者们 可不要错过哦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原神与凯迪拉克 即将开启的风起雷涌 特别的旅途 跨界联动活动 这一次收到神秘邀请函的 风源万叶与北斗 将会换上华丽的衣装 开启一段特别的旅途 正逢凯迪拉克120周年 后续凯迪拉克也将为大家 带来丰富的联动活动和周边 期待各位旅行者的参与 此外 原神与支付宝的跨界合作 也即将到来 9月22日起 支付宝出行频道将推出 天朗风清绿色出行主题活动 届时旅行者可以在支付宝 搜索绿色出行周 参与出行活动 免费兑换支付宝平台内的 原神主题出行皮肤 原时及周边奖励等等 9月24日起 旅行者们可以用支付宝积分 免费兑换支付宝会员频道内的 原神主题付款码皮肤 好耶 听起来活动内容很丰富呢 是的 与此同时 原神与招商银行信用卡的跨界联动 也将开启 这次推出的联名信用卡 除了经典的原神logo卡面 还有专属定制的干预形象卡面 可以选择 旅行者们可以通过原神和招商银行信用卡 官方账号申请卡片 联动期间 持卡旅行者参与活动 也有丰富的周边和游戏内福利可以领取 最后 罗生和原神也将在9月底开启联动 让我们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那么以上就是品牌联动的全部内容了 旅行者们想要了解更多情报 也可以持续关注原神与联动品牌的官方消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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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